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个由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 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 再到内地 这样一个全方位的 多城市的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这里我们重点学习一下 经济特区 沿海开放城市 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具体形成过程 以及这种布局对于内地的辐射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特区 现在请你思考一下 目前中国一共有几个经济特区 经常有人回答 是四个 是五个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创办经济特区 是在邓小平的倡讨下 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 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邓小平提出 事办出口特区 他在听取广东省主要负责统治 工作汇报时提出 画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 中央没有钱 你们自己搞 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 福建省委 关于对外经济活动 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 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 珠海 汕头山市 和福建省的厦门市 事办出口特区 1980年5月1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 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 将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15次会议决定 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宣布在广东省的深圳 珠海汕头 福建省的厦门 分别画出一定区域 设置经济特区 中国的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这里在1980年8月 第一批创办的是深圳和珠海 1988年4月13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 撤销广东省海南行政区 设立海南省 并建立经济特区 海南经济特区 是目前我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 也是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 2010年5月 中共中央新疆工作会议 将喀什、霍尔果市 两座西北边陲小城 定为经济特区 打造面向东亚、南亚、西亚、中亚 乃至欧洲的核心发展区 其中 霍尔果市经济特区 拥有世界首个 也是目前唯一一个 跨境自由贸易区 这张图片里 大家看到的就是 中华、霍尔果市 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连接通道 从这张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问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7个 我国现有的经济特区包括 1980年创办的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 1981年创办的汕头经济特区 1988年创办的海南经济特区 2010年创办的喀什和霍尔果市经济特区 创办经济特区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方面 有利于完善投资环境 这里包括完善投资的物质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 有利于发展外引内联的窗口作用 邓小平称说 特区是一个窗口 技术的窗口 管理的窗口 知识的窗口 有利于建立适应市场规律的经济体制模式 经济特区主要是探求 从物价、财政、外贸、工资、人事等多个领域 建立起能够灵活而有效地适应市场规律的经济体制模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沿海开放城市 沿海开放城市是指中国沿海地区 在对外经济活动中 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特殊政策的一系列港口城市 是经济特区的延伸 1984年国务院批准了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 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 创办这些沿海开放城市的意义在于 有利于增加对外开放窗口 有利于发展外向型经济 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 这一方面主要是通过新办三支企业来实现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5年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厦门、张州、泉州三角地区 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这是首批的三个沿海经济开放区 主要位于东南沿海 1992年10月 党的十四大提出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 加速广东、福建、海南 环渤海湾地区的开放和开发 其后正式创办了环渤海经济开放区 环渤海经济开放区是一个符合的经济区 由三个次级的经济区组成 包括金经济、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三个圈 这一经济区包括了三省两市的三加二结构 以金经济为核心 以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为两翼 沿海经济开放区布局的意义在于 它是对内搞活经济 对外实行开放的又一重要步骤 有助于形成冒工农型的生产结构 也就是按出口贸易的需要发展加工工业 按加工的需要发展农业和其他原材料的生产 1992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决定对五个长江沿岸城市 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13个边境市县 11个内陆地区省会城市 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 这样我国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对外开放 已从沿海向内地发展 形成了经济特区 沿海开放城市 沿海经济开放区 内地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这一格局有利于沿海与内地形成优势互补 有助于形成多城市 全方位 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局面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